濃濃黑煙直竄天際 火蛇從窗戶竄出 整棟鐵皮屋被大火吞噬 火勢越燒越大 從起火點一樓向上延燒 巷子煙霧瀰漫幾乎看不見前方 消防人員盯著大雨緊急布水線灌救 走出來然後看對面在爆煙 然後對面不知道有沒有人 然後去開門 然後進去喊一下裡面有沒有人 電線就開始啪啦啪啦啪啦 然後它就爆火花 電電箱有爆炸 那你又一直有 這一燒讓原本周邊路段 就容易塞車又更塞了 汐止交通整個大打結 很多人一早要到台北上班 幾乎都塞一兩個小時起跳 不少上班族塞在路中 無奈遲到 警方也派22人到場疏導交通 新米市汐止大同路上 一間食品工廠早上七點多 突然起火燃燒 但因為這地點就在交流道旁 因此造成交通癱瘓 據我瞭解 這家是在做一個賣印尼蝦餅的 炸印尼蝦餅 像我們在夜市或傳統市場 那個大包裝那種炸蝦餅的一個工廠 還好當時不是上班時間 屋內沒有人 因此沒有人員受傷 燃燒面積大約300平方公尺 什麼原因釀災還要釐清 雖然火勢九點半移進不滅 但卻造成塞車還害得附近住家都停電 TBS新聞看明尋 身份心肺 裁縫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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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